为了要推动台南国际观光 台南市政府宣布 对台南到日本仙台保险解答 将在四月一颗收航期费 第一只要179个机会 出没到10个机会 相当的受欢迎 希望未来不只能让台湾的路客 方便整合仙台 也希望去运日本朋友 前来台南观光 台南市政府观光路流局 15号地英华金融心 鼓勘台南仙台收航基家会 由市政委体的宣布 台南省台保险得行 将在四月车业起飞 也向行政贵宾 作为往生客董意识 参加台南国际观光 迈入新领 这次台湾这179个机会 都会几乎卖光了 其实就显现出市民朋友们 还有一些相关的工协会产业界 对于仙台的旅游 观光文化交流 都充满了非常高的期待 也希望说这一次的访问 能够顺利 能够更搭起 双方友谊跟交流的桥梁 能够双方的轻衣能够更坚实 持航的交流 带给台南跟仙台两地 无论是在物产跟观光上 能够有更平凡的往来 期待这一场 这个活动一切顺利 这次出现台南仙台 包机在航 可以在航空两至三小时的交通时间 观光路由共五万未来 借由包机的模式 欢迎迎接近日本观光客 在北台南仙台 那总费用就是不含这个旅数 就是两万五千元 那这个桃源到仙台就是 来回要十一个小时 那总费用是两万六千三百八十五 对这个市场非常有效率跟 便宜又顺利又省时的这个航线 主理空空两年 台南向日本圣台 建设行为优以下期 观光和民间团体 感到适当参逢 未来的报机得行 可以在国际观光提供的东西 可以抗台南观光业借 作为创作今天这个观光的胜机 继续声音和市政府才方不得 好